一直以来对于内地考生来说 必须是在其户籍所在地规定的时间和指定地点报名高考 有15位学者和社会人士联名提请国务院 呼吁取消高考和考生招生工作中的考生户籍限制 长达五页的建议书中写道 目前我国高考招生的户籍壁垒已经造成了社会问题 一份针对来自不同行业和阶层 在某大城市长期工作的100名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的调查显示 80%的受调查家长因为各种教育户籍限制 而把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上学 而随签子女会遇到不能正常升入高中 不能参加高考 以及由于户籍歧视产生的小学入学难和赞助费的问题 以及未来人口的子女甚至因为户籍壁垒 遇到了在求学地与户籍地都无法参加高考的情况 北大教授张千帆在建议书中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立即废止教育部关于高考户籍限制的规定 并要求教育部将高考报名条件改为考生的学籍所在地 第二督促教育部尽快研究制定统一的高考方案 在近年内实现全国统一高考 一旦实行统一高考 随前子女的高考问题将会自动消失 第三要求教育部研究制定平等的招生方案 促使部署高校不断降低本省市考生的录取指标比例 最终完全取消大学招生的地域歧视 实行公正平等的大学招生和考试制度 不过也有人担忧 有可能因为取消户籍限制而出现大量高考移民 实现教育公平是问题的根本 不能干打雷不下雨 澳雅卑士孟伟孙哲北京报道